中国疾控中心说 内地近日检验到有新型肺炎的印度变异病毒株 但相信防控措施可以有效阻止病毒流行 我过部分城市坚持到有印度流行毒株 大家都很关注很关心 同时也比较担心 实际上新冠流行以来 病毒变异一直都在发生 所以说落实防控措施是最为关键 它既可以终止病毒毒流行 又可以防止新的病毒发生 浙江卫健委星期四公布 停靠在周山的一艘香港直货船上 有11个船员确诊 其中10个属于印度的输入国案 另外一个就是无症状感染者